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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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立 站 观众朋友们 谢谢您看 这是WF 环球小王正巴在 安阳战的一场比赛 红放是中共勇士董文飞 而蓝黄是巴西的 那个脚手 这是一场男子七十公斤的比赛 这个董文飞呢 也是在这个 五地脚三比赛当中 作为一个 主要的角色呈现 给电视观众 而且他也通过 这个电视剧的拍摄之后呢 他现在的性格和过去 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变化 刚才我们主持人 那郭珊德女将观众朋友介绍了 他这种变化 不仅是他的表现出他的语言篇 更多的是在他的 对博基的理解上 因为那个片子的拍摄 也是一个武打片 那么对他的在 这个博基的理论认识上 更近了一步 我们现在看到 巴西的 乔什呢 也不是一个阳查 我们都知道巴西选手 现在很多的选手 都是在泰国练这种泰拳 而这个 那个小时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手 他们这些运动员啊 一个是 柔韧性好 耐力好 他这种柔韧性好 就表现他的这个腿法上 一般我们看到很多的练 泰拳拳战手 主要利用低扫 而巴西的选手 恰恰相反 他这都是一些利用过高 边腿上头的动作 乃多小时 他有他的身高的优势 身高一米七八 而这个 总文飞身高要比他低一些 身高大概就是一米七六 嗯 那么我们看到乃多教师他也知道 我如果一味的拼力量 和这个拳法打击的话 肯定就不是这个总文飞的对手 他有意识地用一些高边腿上头的动作 然后干扰不让你轻易能够进来 进身之后呢 打内围的技术的时候 我就要用些什么 用些吸法 嗯 来控制 所以我们来看到巴西的选手 在通过到泰国练泰拳之后啊 他们更多的是喜欢利用这个吸法 和这个高边腿 他真正的拳法不是做特别的好 而董文飞呢 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是 全国的散打的冠军 他既有高边腿上头的动作 同时拳腿的组合 这种立体的进攻的节奏的把握 要比那个桥是要好 啊 我们看从出拳的速度感上 包括他力量的大体力度上 都要比哪个桥都要好 这就是双方在通过DG比赛里面 两个不同的一种特点 你看我们这个董文飞 他的出拳的速度 是吧 后手不转是吧 速度非常快 他在这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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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席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着是男子七十公斤级的一场黄金翔王称霸在安阳举行的分战赛 中方是中国勇士董文飞 蓝方是来自巴西的乃都乔石 你看乃都乔石他真的高弹腿上头的动作一个幅度大 而且他的鞭烧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弧线的腿板 这是直线的正灯但是打空了 所以他在这个距离感的把握上啊 乃都乔石一看是打比赛还是不多 打比赛不多 我们通过双方的第一回的比赛 已经看出了这个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乃都乔石 他的主要是利用我们说后边腿的上头 动作另外就是一个吸法 他用吸击 他和一般的练泰拳的巴西中还是不完全的一样 他很少用低骚腿动作 这样的话 我觉得董文飞在第二局比赛里面要这个全腿的组合要有 就是一味地靠一些拳法 因为他也知道 这小时拳法很一般 漏洞也比较大 他打直线拳法是能够打进去的 我还觉得一点应该利用一些低骚腿的动作 对方的支撑腿的力量是一般的 他一般他都是利用后腿上头的动作 后边腿上头 那么这时候董文飞可以改用一些这种低骚腿 他第一高边腿上头之后 我一个顺势的防守 接着就是一个低骚腿卡上去 对方因为重心肯定不是 我们说起腿半边空 你直上起腿以后 那个支撑腿是空着的 我就有意识地加强我低骚你的支撑腿 那样的话 你的这个进攻面会更大 对了 现在我们看到董文飞有意识地加强一下低骚腿 只是刚才那个距离没有把握好 没有成功 这个反击动作 抓得很好 我们说嘛 一个全国冠军不是说 只是一种打打打打 他表现在他的一种 临场的发挥着战术指导意图上 他这种战术思想 要明显要比这个巴西选手 文乔迟要高出很多 他这种战术意图就是一种变化 他会根据选手的你的战位 你的腿法的线路 我采取一种变化 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手 现在董文飞有意识让你上来上来 给我点具体感 我还空着 但是男的教授也很聪明 我不上网 往后退 把比赛跟他耗掉 第二几个时间到 经许验的队友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了这是WF环球前往正马赛 在安阳战的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男的七十公里的红荒 是中国勇士董文飞蓝方 是来自巴西的哪个小时 第三季比赛里面我们看到巴西拳手呢 这小时的体能还是非常地好 这是我们在三分上刚才会介绍的巴西的一名人啊 他一个柔软好 一个耐力好 那么在今天比赛里打的第三季 你看了没有 小时没有任何体能上出现任何问题 今天我们也看到 可能是董文飞这个 这个怀关节是有点伤 他不敢发力 他这个低扫腿是不敢发力的 这和他以往参加我们500的比赛完全不太一样 所以他今天为什么全队组合没有打出来 主要利用一些全法的进攻和他这个腿上我估计是有一点关系 因为他这个低扫腿是不敢发力的 今天很少利用这种扫腿动作 也可能和他在这个狼房战内场比赛里面利用这种扫腿动作 多有一定关系 因为对方的那场比赛 对方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 如果再有起腿 对方可能就直接投降认输了 但那场比赛也使得董文飞这个 怀关节也是受一些轻伤 所以在今天比赛里面 他没有更多的使用低扫腿的动作 所以他今天只能利用全法的进攻 你看他只是很轻易地利用一些这种低扫腿 按说以前董文飞这种这种低扫腿是很具有杀声力的 很具有杀声力的 从我们评论区能够听到这种声响 而今天这种声响就不是那么脆那么狠 今天啊 乔石这个高扁腿这个上头的动作给我们留下印象 确实挺深 我们说这也叫一招先吃点天啊 他就觉得我今天高扁腿能够打到你董文飞 能够赢得这场比赛 所以我不停地使用我这种杀伤武器 但是他没有拳法 他这拳腿的组合没有 他就一味地你看 我远了 就用高扁腿上头 进了我就抱着你吸头的动作 然后我是一种袭击动作 就打法过于单一单调 不是一种立体式的一种进攻 我们希望 我们自由波及这种选手在比赛当中啊 他都是一种立体的进攻 除了一个拳 还有是腿把 和拳的组合 限制变化很多 而且打击度就 观众喜欢看这种比赛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已经没有用的拳 比赛结果红方胜 比赛结果红方胜 再次变化了